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農曆新年就到了 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開開心心 農曆新年的時候 大家都會帶來的 經常都是煎糕 做一些角仔 給大家招呼朋友 有沒有想過搞一些新意思呢 今天就介紹一個 三文魚黃金小小撻 給大家試一下 材料有千層烤餅皮 這個是煙三文魚 雞蛋 鮮奶 忌廉 還有雕草 好的 我們就要把五千層的烤餅 把它變成一個小小的杯 然後再拿去焗 我們做這個杯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首先把它切開成細小塊 然後 首先當然要解凍了 通常我們買回來這些烤餅皮 它都是急凍了 我們細細地把它拔鬆一點 拔薄一點 然後我們在這些 在這些烤餅皮上掃油 然後我們就可以壓進去 變成一個小杯 將它壓在烤餅皮裡面之後 所以它中間有很多層的 它都空氣在裡面 那我們就要用一個叉 把一些烤餅放在這裡 就是防止它在裡面 脹到我們放不到那些 醬汁下去 這樣就不好了 那我們就把一些烤餅放在這裡 然後 我們就將一些牛油紙 撕到小小塊 拿去炒它 鋪著它 接著就找一些這些石仔 當然石仔要洗乾淨 焗爐用的 如果是天然的石仔 其實就OK的了 在一些烘焙店 賣蛋糕用品那些 就會有些石仔賣 用來摘住那些皮 然後就把石仔扔到紙中間 目的呢 如果你不這樣摘住它 它那塊酥皮就會脹起了 變成了一塊 這樣就不會變成 樣子就不是一個杯 那我們就用這些石仔 摘住它 焗爐就預熱到220度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烤爐裡 烤它大約15分鐘 看看它夠不夠金黃色 那麼進烤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做好中間的一個蛋汁 首先雞蛋 就不是整隻腰蛋 我們只是要一個蛋黃 接著就加牛奶和忌廉 牛奶和忌廉 由於這個是一個鹹批 所以我們也可以加少許鹽去調味 還有胡椒粉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均勻 焗完這個皮之後 攤凍了 那我們就可以拿走那些小石頭 那我們就檢查一下 其實現在呢 應該每一個酥皮杯 都會成為了一個小小的兜狀 然後就非常簡單 我們預備好的這個蛋漿 我們就倒下去 倒到它8分滿 然後就把一塊的鹹三文魚放下去 就不用完全浸進去 有些浮出來見到三文魚就更好看 把三文魚壓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焗爐那裡焗 其實焗到它的蛋漿凝固就可以了 用170度大約焗了15分鐘 焗到它在熬的時候 那些蛋液沒有在鎮下鎮下鎮下 這樣就為之可以了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上碟上 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雕草 撕掉那些葉子出來 然後放上去裝飾 其實也不只是裝飾 因為雕草呢 跟三文魚的味道真的很配合 那我們就每一個 放上去 這樣這個三文魚迷你撻就完成了 如果你想威水一點的話 上面當然還可以加上 譬如魚子醬 又或者三文魚子 甚至放上去 甚至放上去 金箔 包補令到你的親戚朋友 非常之開心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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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